7.12.12.7 回路 欢迎收看日羹频道 我是十九肥仔 大家出来工作都知道什么是试用期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试用期都不过的经验 过不了试用期的原因其实很多 有些人真的能力不足 也有些情况是公司摆明玩死你 试用期头三个月用超低薪金请你 过了试用期就会加回 然后试用期就安排一些打杂工作给你 就来完那天就跟你说你过不了试用期 公司成功用超低的价钱 请了一个社畜回来帮他处理习务 想到都舔舔舔舔 大陆最近有一宗新闻 一名员工过不了试用期 最后还上热手 过不了试用期其实不是什么新闻 为什么会上热手呢? 原来这位仁兄是深圳的一名国家公务员 我自己就不了解国家公务员的体系 但是有不少网友就说 看制内除非你犯了什么大事 否则是很难会炒你的 而且试用期被人炒 他更是第一个 究竟他做了什么成功解锁这个成就呢? 这一位仁兄就叫陈志文 大专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私人公司上班 在临近35岁的门栏 成功考到深圳某街道办体制内的公务员 成功踏到个尾班车 正常人都会额外珍惜份工作 更何况是国家公务员 人工福利 怎样都比他在外面私人公司好 但是很显然 陈志文不是这么想 他应该觉得政府请到他是政府的福气 他这些人中龙风 怎可以一直委屈自己呢? 所以当他考到公务员之后 第一件事做的事 就是抛弃周康了 自己人生要起飞迈进幸福的道路 怎可以被妻子弟拖累自己呢? 正当想着 没有拖油瓶 就可以有铁饭碗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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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生活时 他所在的单位通知他 不好意思啊陈山 你的试用期未过 原因是因为他一上班就躺平吃饭 在试用期期间 各种理由请假 上司交代给他的事又不去做 又不听上司指挥 还要是翻花下工就跑去练车 被人说完都依然不听 意见接受态度照旧 你拿一架上司不批 上司不批还上司不批 我就照走开了 够将你炒我 那些什么工作群 说到他就托他吹吗 而且也是非常看不起 一些编制外的人员 基本上他一年的试用期 他已经把所有能够得罪的人都得罪了 他还很困扯说这些是抗争 还会直接踢那些领导的门 拍他们的桌子 他们单位的领导 其实都不厌其烦 想着劝一下他 炒一个人很麻烦的嘛 但陈文志就觉得 领导的放软态度是因为害怕了他 所以最后就变本加厉 依靠我行我素 到最后部门开会 用投票的方式决定 陈文志的去留问题 通常在公务员体制内 遇到这些事都相当宽容的 很少有人投反对票 反对人通过试用期 但陈文志就厉害到可以令全部人一起投票 令到他过不了试用期 其实陈文志考到公务员本身都已经运气爆棚 他考到公务员之前都算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他大专毕业之后通过自学 成功拿到法律专业的本科证书 他考几次公务员都失败 不过也没有打击到他成为公务员的决心 屡战屡败的他最后就考到第三名 本身不使第三名被录取的机会就已经很少了 不过显然他很受上天眷顾 因为疫情关系 当时面试推迟了半年 头一、二名可能已经等不及 入了其他区的政府部门做事 排第四、第五名那两个 可能都觉得自己都没有机会了 所以都免得过来 最后就只有陈文志自己一个面试 冷手执个热尖堆 成功逆天改名 喜迎一个铁饭碗 可惜他就做了大部分人都会犯的错 就是一朝得志语无伦次 在那些工作群那里 态度恶劣自视甚高 搞到自己在短短时间之内 变成神台猫屎神真鬼厌 这个也是小事 有些人是性格恶劣 但是工作能力极高 他们的工作能力是高到可以成功掩盖 他们性格上的缺点 那可能大家都遇过不少一些人 把口吊啊、态度又差啊、性格又恶劣啊 但是没办法 你都要不得不佩服他的工作能力 但是可惜陈文智他不单止对人的态度恶劣 他的工作能力也极度恶劣 最后陈文智收到自己过不了试用期的消息之后 可能都知道大劑了 不再对领导那么恶劣 甚至写了一封长达十九页的申诉书 我想封申诉书 应该都算他是做公务员以来最用心的一件事了 不过那封申诉书都真的令人大开眼界了 其真诚的程度 比美薇辣的公开信 基本上都是 我不知道 我没错 我没印象 对我的指控就没有事实依据 接着就再承认一点启帝 说自己退出工作群是不对的 订了同事的联络也不对的 平时跟领导是沟通不足的 他们对我的工作态度是误解 他们对我了解不够 又不清楚我实际工作是怎样 所以才会觉得我差 总之就是我只是错一点点 其他东西全部都是别人对我的误解 所以希望单位不要炒掉他 当然这些内容 人家看到怎么会推翻自己的决定 甚至暗暗庆幸自己炒掉这个人 基本上都可以说 这个陈文志好了开头 坏了收尾 抛妻弃止 最后连份工都没了 全部都是够由自取 这件事出了之后 自然就引起很多评论了 正所谓看人扑街最开心 吃着花生最抵赚 更何况看着这些仆街去仆街呢 小不免一大堆人恨灾乐祸 有网友笑称 他平时做事有拿出写这封申诉书一半的心机 都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另外有些网友说 他自己也是做公务员 都曾经试过见过一个人 曾经试用其未过 不过那人二十多岁不删声 这位陈文志 整三十五岁人都还是这样 就真的没得够了 甚至有人说这人 根本就是抖音片看得太多 经常看什么 零零后整治即长的自嗨片 以为自己做同一件事 到最后自己出事 根本就是活着 不值得可怜 应该是一早就炒了他 而不是被他白白斗了这么久人工 各位观众大家又怎么看这件事呢?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